我们的力量就是毕竟都是有限的 在不同的情况下 这种有限的力量 如何把它用在刀刃上 用在最优先的任务和战略目标上 我以为我们不能选择唐平 唐平实际上它带来的危害 和对人民穷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危害 我想现在都是可以预料到的 40页证明香港在前四波的新冠肺炎疫情的抗击 包括我们这第五波的这个疫情 我们说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有效地抑制了它的病毒的传播和危害 我和香港的一些专家做了一些讨论 像采取的社会和公共卫生的干预措施 大概专家的预算可以有效地抑制了这种病毒 它的传播的60%到70%的这种的传播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就是病毒的基本繁殖力 也就是它的传播力 按照奥米克隆来说 如果它来了 你不使加以措施 它的感染是一个人平均要感染六到八个人 那么现在正是因为香港 它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使它的这个基本繁殖力在二左右 总的来说 从六到八把它下到二 实际上是有效的 但是我们下一步是怎么再继续努力 把它基本繁殖力从二 给它再进一步对下降 那要降到一以下 我们就可以说 我们的疫情出现了好转了 希望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